小曹 小曹 這張照片就是我 有沒有不知道 剛才我聽到有人猜 是誰的模特兒 但我聽不到他的評價 美不美 有些人覺得 我好像一把這個圖片 放得上Facebook 已經有人說 小曹 你需要有些形象的指導 好像不行 很清楚是不行的 一看就知道 分明就是男扮女 這個就是小妙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多說一些 這種Drag 扮裝本身 就是為了要突顯性別 如果要扮得太像 大家會覺得很漂亮 按進去就算了 這次其實是我們 對同學寫 是一個 今年暑假的 義工訓練班 來的 頭炮 接下來我們會有專門電視 一些關於錄像製作 教大家怎樣去拍片 剪片 這次我們 純粹是一個理論 純粹是一個歷史上 補充大家對同志運動 對酷兒理論的形式 說得明白 促成 補底 計證班 一定是不完喚的 一定是不完喚的 所以如果大家發覺 有些話說不通 或者想知道多些的話 我們可能容效才有辦法處理到 OK嗎 好 我次次教書也是 我們每次都希望大家 聽完這兩個小時 一定過時 聽完這兩個小時之後 有什麼可以帶走的 第一個就是 我會講講講的目的目標 介紹一下女同學社的緣起 我們整個女同學社 由2005年開始 究竟有什麼理念 我們過往的工作是怎樣的 講一講我們 學而理論是什麼 我主要從兩條線去講 第一是講性 第二是講性別 接著我們極速地回顧一下 近幾年 沒有辦法可以去到70年代 近幾年 香港同志運動的歷史發展 然後就跳到現在 就看看究竟我們 我們配備了一些歷史 配備了一些理論的眼鏡之後 去看看我們當前的性別局勢是怎樣的 最後就是 剛才有朋友也提到 我會講一下 怎樣用正念來參與社會運動 我們用正念來取代仇恨 很多人一看到蔡子森就是火遮眼 一定要說What the fuck 好了 我們可否用另一個心態去面對它呢 最後一部分就會講一講 好了 講做目標第一個 第一很簡單 就是認識的女同學寫 我們順便說明是義工訓練 希望可以招募有識之士 有識包括有識 漂亮 所有人都很漂亮的 膽識 學識 智慧 來參與這段學寫 第二 就是極速 掌握學而理論的精銷 為我們介入當下的性別政治 奠定一個好的基礎 第三 就是我們承先啟效 我們透過理解近年 同志運動的發展 我們嘗試去開發一個 具批判意識的同志運動 第四 就是我們剛才說過 就是我們分析當下的性別局勢 知己知彼 第五 就是跳出道行政治 我所說的道行政治 經常覺得我們只能反對 我們有沒有建設呢 我們希望社會的景象是怎樣的呢 我們嘗試跳出道行政治 尋回具有批判力量的抵抗力量 好 開始先了 廣告的時間 就是大家來到同志同學社的義工訓練 二零一三 好了 女同學社是一個什麼的組織呢 女同學社是一個05年成立的組織 當時有七個成員 不過因為因緣際會的緣故 有些人升學 有些人有其他原因 所以當日七個成立的成員 只剩下我 不過 不過都不悲哀 因為由05年開始成立至今 我們當時的理念 其實一直堅守著 李同學社為何會在07年開始成立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就是當年關於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爭議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年政府其實沒有提過要立法 也沒有拿一條標出來給大家看 當時只不過是一個民意調查 問問大家有沒有歧視同性戀 當然沒有啦 就是這樣 不過教會團體已經很緊張了 鋪天蓋地的廣告 其中一個最誇張的就是明報 四大版的廣告 一版就是紙 另外三版都是9800個人的簽名 在9800個簽名聯署裏面 有一些朋友 要同志朋友看到 原來有自己的家人 有自己的親人 有自己的朋友 教會 學校 或者工作的地方 一下子會覺得 糟了 平時我們覺得社會是 漸漸漸漸進步的 一下子回到二十年前 而且會覺得 平時很多跟我們共事的人 平時都很OK的 為何會突然簽這些東西 大致標頭 反對同性婚姻呢 當時的社會氣氛很不友善 有些朋友就覺得 我們應該要組成一個 新的同志團體 來做一些積極的介入 那女同學者的成立 其實有個宗旨 我們在校徽下面寫著的 就叫做明勝月禮 明勝月禮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標誌 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嗎 在哪間呢 在哪間呢 重大嗎 重大好像不是這樣的 好似廣大 對 其實 由於校徽 其實我們很著重知識生產 和知識的流通 我們覺得知識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說這些 明勝月禮的意思 就是明白廣義的性 越禮就是跨越社會 加注我們身上不合理的種種規範 所以明勝月禮 有很多人會覺得 女同學社是否是女同志組織呢 是否是女同志呢 當時成立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推我出去代表女同學社 因為大家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覺得 哇 文明女同學社一來 變成一個 橫體店看都不像是女同志的人 難道她是TB TB到這樣 不過當然 也有些人在報紙上看完 我就覺得我是一個TB 也可能是 女同學社 其實我們主要是女同志多 但也不排斥其他朋友 我們嘗試把女子擴大 除了是說生理性別的女子之外 包括所有兒媽姑爹 任何行都包 如果在我們的組成成份裏 我們其實有男同志 女同志 雙性亂 跨性亦服 甚至乎有殖人 大家是否很吸 我馬上想 有殖人 是嗎 大家會想甚麼 咬亂他 不過我們 多一番嘗試之後 都好像不太行 不太行 另外 除了明星月禮的意思是甚麼 我們其實由2005年開始 都堅持我們要開明開放 討論性 我們其實承認 性別差異 亦都承認 慾望其實有正面的能量 有正面的力量 我們一種字叫它 聲正面 它叫Sex Positivity 我稍後會說多些 對同學社有三個重點 創意、自信、超越 阿菲 剛才我們說 對同學社有些很重要的東西 跟其他同志團看不一樣 我們就是注重文化加入 對吧 文化加入 哪裏 有三個主要的範疇 我們都在做的 第一個就是 知識生產 知識分享 我們有很多個網站 我們有資源網站 通識網站 反色情查感的網站 另外過去幾年裏面 都寫了很多文章 無論是透過Facebook 透過獨立媒體 主場 或者是明報 我們都有寫一些文章 嘗試加本地 關於性別政治 我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 提供一些說法 拉闊的議題 另外我們有媒體窗議 我們08年開始 有一個 政立了一個 香港首個的同志 網上電視台 叫主演電視 我們裏面有很多 應該超過100條片 有超過50萬的人 已經點擊了 裏面當然 有一些紀錄片 我們也會去 主要去記錄主流媒體 很少 很容易忽略的 譬如一些前緣的 性別政治運動 譬如同志遊行等等 我們也會記錄 像今次一樣 我們會記錄一些 討論 只有放在網上 也有些戲劇 例如有我的辦妝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能否印出哪個是我 第三 我們也很著重藝術創作 我們2005年和2013年的時候 我們都有 最近那次就是 一、二年底 到今年年頭 我們有一個學創作 盛小眾創作方 成作品展 這些是我們的活動照片 我們拍攝一下 我們女同學社 雖然我們2005年有七個 現在走成我 不過我們也有新血的加入 除了我之外 有 有 姆姆 有 有 有阿雷 有邊女 也有Jonas 我們現在主要有五個 比較核心的義工 另外我們也有大班 我們有幾個已經有 六十個 八十個 八個 一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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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出席我們的活動 幫忙拍攝 搬搬抬抬的義工朋友 我們也很歡迎大家 加入我的社會 做義工 聰明 給我 大家好 如果你給我 摸 靠 好 nowhere 我 都是 北海 有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